高股是ETF進入換股潮 有哪些成本股可能會中箭落馬 又有哪些潛力股可以提前卡位呢 今天我們就找來純股總編輯謝富旭 不只跟大家分享五檔高股是黑馬 他還說大部分家長幫小朋友純股票都不及格哦 一起來聽聽他的說法 陸一震 前一陣子非常瘋的00940你有賣嗎 我覺得市場上面這麼討論他 然後那個甜頭到底是什麼 我想知道一下 那現在呢 就是苦味 原來他的前衛是苦味 但是預期是美的啦 對不對 因為他這一支00940真的非常奇妙 就有專家後來分析他的成分股 可是你有看到嗎 他發現他的殖利率遠低於5% 今天就要請富旭哥來跟我們講的 就是 DM他上面顯得有8.6對不對 那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因為他們發行的時候 他們算的殖利率是 去年的殖利率 歷史上的殖利率 你知道嗎 去年 去年當然殖利率會很高啊 因為去年 配的是2022年賺的錢啊 2022年是這幾年來的台灣 企業的獲利的歷史性高 那今年是配去年的錢嘛 去年賺的錢 你知道嗎 2023年 全台灣上市公司 獲利衰退28% 很驚人耶 所以今年一定會配的比去年少啊 但是他們在發行的時候 股息都還沒宣布啊 他也沒辦法跟你講說今年配多少 只能跟你講說啊 去年就是配這麼好 但是事實上今年一定 股息一定會縮水的 至少是兩成到三成 所以我預估啦 這些009 39 009 40的 今年的殖利率啦 應該就是在 4%到4.5%之間啦 大家不要期待太高 那錄影機還可以續報啊 我覺得大家一直問這個問題 也真的很傷疤耶 你買股票 你從來沒有跌過嗎 有啊 有嘛 對啊 那個現在就是009 40 9 39 因為他剛好 進場了之後是在股價的 蠻高的位置 對 太高了 然後就大家一窩蜂 然後熱潮過後 難免會有修正就下來了 那我是覺得 我說他大概配息 大概殖利率會有 至少會有4%嘛 還是比定存好啦 你被不報格 而且他們選的股票 基本上都還可以啦 嗯 這種感覺就像2021年的時候 很多人買在 680塊的台積電一樣 啊 但是台積電之後跌破400嘛 對啊 就很傷心 但是現在台積電又到800了 對啊 所以他們這些成分股啦 我觀察都還不錯啦 嗯 不會跌但是也漲得上去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所以那只是我們錄影的時候嘛 他迎來5月 那5月就是ETF的換股計嘛 那包括919、929、940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 要準備換股的熱門的ETF 那媒體就統計說 這些股票全部都是 這三檔 剛才講的三檔共同個股 很危險是真的嗎 所謂危險 因為他們選股的標準不外乎兩個標準 就是市值啊 股票的市值 台灣總共有2000多檔股票嘛 他們挑市值 這是第一張門票 前300大 或是前250大 是 第一張門票拿到之後 那你要有第二張門票 殖利率要這300大當中 前面50名 或前面30名 才有機會入選嘛 其實模擬都一樣 對對 那你想想看 現在台灣的平均的殖利率大概是3.8 嗯 那你假如說 那你的殖利率要比平均高 起碼要4.5吧 那在我的觀察 你假如說你現在 這些成分股啊 他假如殖利率啊 因為股息都已經出來了 已經可以算了 是 例如4.5 那當然就是他們有可能會被剔除 就比較危險了 比如說 我剛才這個啊 星象群光 我不是說刻意講星象群 群光我去年還投資很多 也賺很多錢啊 但是 我不是講要壞壞 而是他股價漲太多了 哦 他漲了200多塊 去年是去年 今年是去年 那漲太多 那他的配息又沒有增加 還是配7塊多 那當個殖利率是要3點多 那這種狀況之下 ETF ETF你知道嗎 ETF後面你知道是誰嗎 後面是電腦啊 是AI嘛 也是AI選的喔 對啊 跟頭刀的感覺 沒有錯 又有個公式嘛 又電腦層次是執行 所以他們不帶感情的 他們不會說 像我假如複旭哥說 群光200多 我覺得還可以 我帶感情 ETF後面那個 AI機器人 不帶感情的 那你就不符合我的標準 我就把他砍掉了 就這麼簡單 那大家其實我會看 我自己也在看啊 也就是長榮啦 是 長榮之前你看 就是一下配息 配了70幾塊 對不對 然後大家想說 這個可能填回去嗎 一填 你看到了168 177 那像這一次裡面 它有可能會被換掉嗎 那如果說被換掉的話 我們是不是在個股上 我們自己持有 第一個我覺得長榮不會被換掉 不會喔 為什麼 因為它今年的配息也出來了 10塊 10塊 你現在它股價現在大概是 算180好了 還是有5%多 超過嘛 超過大盤的殖利率 對 超過大盤的 而且還超過這個 大型科技股 他們殖利率都只有4%多 它是在平均以上很多 所以不怕它會被剔除嗎 對 那大家想說 那會不會今年長榮 貨利率會急劇惡化 導致明年配息又大幅減少 好像也不錯 就像去年配70塊 今年配10塊 大幅減少 那我覺得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觀察長榮 我就喜歡它 是因為它這幾年來的本業 公司治理都大幅提升 你看我覺得它第一季 光第一季 今年就可能 獲利有可能是6塊到7塊 全年我想10幾塊還是沒問題 所以明年配10塊 我覺得也是沒什麼問題 所以反而長榮是不用擔心的 那既然講到五月會換股 除了一批會淘汰之外 就會有一批新的被納進來 對對對 那怎麼去在市場上面找到 新的被納進來的這一波 大家就吃豆腐的問題 譬如說想吃什麼群光的豆腐 想吃漢堂的豆腐 想吃什麼神雞的豆腐 這次都慘了 反而他們這個月都下跌蠻多的 但是我覺得我保持善念 第一張門票市值要300名 300名 對 然後資歷率要夠高 要比大盤還再多1%左右 對 大盤3.7 4.53 而且第一季營收繼續成長 表示說明年的配息 有可能比今年又更好 那這樣我不是吃豆腐的心態 我就會檢視說 我手上我所投資的公司 有沒有可能 在五月份調整的時候 被他們納進去 我會這樣做思考 其實這不是吃豆腐 我覺得這個還是相當正面的思考 你現在看群力證 我現在手上的重點子骨 他現在市值排名是191名 這個我也有 你也有 今年配息出來了1.33 最近即使已經漲上去了 但是資歷率還是6.17 6.17不要是排名前30名 全台灣都有可能 所以你說 他有沒有可能被納進去 有可能 而且現在高股息ETF幾乎都沒有他 都還沒有他 所以他就有機會 新光產物保險公司 也是我的 但是我第四大的重點子骨 你看他現在市值排名 290 很後面 剛好幾近300名 但是人家的殖利率5.59 也配息也出來了 而且 營收成長率低劑成長快12% 那統一證是不是這些股票 同樣的邏輯 都在300名以內 殖利率都蠻高的 4.5%以上 低劑營收都成長 這個就有機會 在他們5月6月調整的時候 會納進去 就算不納進去 我覺得重點持這幾張應該也很好 也無所謂也很好 也很好啊 這上面我有三個 我覺得聽起來就好像 給我一點信心 對啊 可是我一直想 例如說像 創建 台表科 台表科 之前其實沒有談過 對 這也是我沒有的直補 對 因為創建台表科 今年又更有機會 因為他們 我預估他們明年配型 會比今年更好 你要這麼思考說 像創建 他是低潤模組的 低潤去年很慘啊 在這麼慘的狀況之下 創建都可以配出 那個 4.5的 那今年低潤整個 補底翻身 那明年不是更可以期待嗎 所以 那個台表科也一樣啊 去年那個 NB手機都是大衰退啊 都衰退 兩位數啊 今年NB手機 他們整個 整個消費性電子 需求銷售 都會上來啊 所以台表科 明年 渴望配的比今年更好 即使明年 去年很差他都配出 配5塊啊 對啊 要這樣思考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都是很有機會的啦 對 FUG哥這五檔 都是你個人的持股 那我知道 FUG哥其實有一檔 地爆 就是一直是看好他 去年就一年漲了一倍 那現在股價還合理嗎 所以股價 只能說現在股價 不再便宜 去年4月的時候 大概90幾塊開始投資 然後一路一路投資 然後投資到現在 即使到200塊以上 我都有少量買進 這一段都繼續買 那帳上獲利已經超過100% 而且他的線型很漂亮 我是不太會看線型啊 那為什麼覺得他還合理 你看他已經200多塊了 但是你跟他的同業比 東洋是他的同業嘛 對 他的本益比東洋24.5倍 地保即使漲上去 有本益比才15倍啊 所以還是低他一截啊 那我們再跟其他很棒的 傳產基歐股比較 譬如說做窗簾的易峰 做樹枝的藍寶 市電啊 上銀啊 巨大美麗大 這些都是傳產基歐股啊 公認的傳產基歐股啊 他們的本益比你看都是三五十倍 那個或者是二十幾倍 也都比地保高一大截 對啊 所以我認為地保現在股價不能說便宜 但是合理 那我就會繼續持有啊 甚至少量買進 可是我覺得如果說按照這個邏輯來看的話 因為地保現在的殖利率好像只有3% 對 只有3% 那其實捷克來講說也沒有說非常高 對 背景沒有很高 可是我看到那個富裕克的邏輯還是用本益比 對 或者是用本鏡比來做評估嗎 對 對評估嗎 可是如果說我自己要這樣來投資的話 那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抓那個範圍 我告訴你 這個地保我把 基本上 我大部分的股票我都用現金殖利率來做評估 現金殖利率 80% 但是有兩檔股票 地保跟台積電 我自己投資的 我用本益比投資 本益比適合兩種股票做評價 一種就是成長股 每年大概 預估未來5年 或預估未來8年 每年大概會成長10到15%的 這種叫成長股 那你用殖利率算會失增 會有盲點 要用本益比 所以這是一個 那一種是轉機股 轉機股我就 再提了 這是另外一個領域 所以以前獲利很差 那突然他因為那個 內部外在環境改變 那獲利突然變好 轉機股也要用 也要用本益比評估 所以我是用本益比來評估地保 可是富汝哥你剛剛講這個原則啊 無論是從本益比或本盡比來看啊 對 可是不同的產業我覺得應該 方式也不一樣吧 不一樣 但是我認為就是有一個通則 我在股票市場20幾年的通則 我認為一個 一檔股票一家公司 當他的成長力 倍受肯定的時候 所以說大家預期說 他未來三五年 獲利會有15% 20%的成長 這樣被大家肯定之後 我覺得你可以把他的 目前的本益比定在 18倍到22倍都算合理 18到22倍都合理 所以地保這樣才15倍多 我覺得還算 還算低估 那本益比你抓2.5倍到4.5倍 都OK 都OK 這是操作比較 就是被認同的 已經有一點股價 慢慢變成強勢股的股票 當然你假如說你假如 不這樣做調整 往往你就譬如說像地保 很多人想說 他在150他就賣掉了 他就抱不了到現在 富汝哥我聽下來 你每次重壓一個股票的時候 你都很有信心 可是一般投資人不是這個樣子 他會怕說 我到底要怎麼判斷這一檔值得我重壓 你看起來覺得我很有信心 但是其實我奴履薄冰 我是一步一 還押韻 我真的是一步一腳印 怎麼講啊你看 我對我手上重壓的股票 採取全場緊迫釘的 那個很累 很累啊很累啊 這是很花精神的 對看灌籃高手都知道 那MBA最近在打 全場緊迫釘的 所謂全場緊迫釘的 是 所以你假如沒有達到我的期望 就表示說 我可能就要 我看錯了 像2023年我開始投資地保的時候 第一季 我為他的期望值 定定是3.2 但是他最後出來 在5月的時候出來 2.7 不如我預期 但是我沒有 我不像AI馬上趕掉 你知道為什麼嗎 蛤 因為我會 持續分析為什麼 是 我發覺第一季是 他的營業毛利 營業利益 都沒有問題 都符合我的預期 就是稅的問題 稅的問題 稅繳的特別多 繳了32%的稅 好高喔 一般我們那個音所說 都是18到22 對啊 他繳了32%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也是很難 打聽大拍 那我就覺得 這不是他的問題 這是國家的問題 那地保沒錯我也沒錯 所以我就繼續爆 那之後的234季 像我第二季設立2.5的目標 半季嘛 他出現4 但是我又沒大福加碼 略為加碼 略為加為什麼 為什麼 業外 業外收入 賣 賣工廠 那個 賣土地 賣廠房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又不是很厲害 對 所以我不需要太多興奮 那第三季 又高出我 我設2.8 他3.75 這次我就大福加碼 這一次就是業內的了 業內的 本業的 我就換到我很興奮 第四季又高 略而高出我預期 我就大福加碼 未來三季我都出來了 第一季我預估是3.75 EPS 第二季3.3 第三季3.75 以後我就照這個節奏走 低於我的預期 其實假如原因真的是業內的 是本業的 我就減碼 那高於的 我就有可能持住 有錢再加碼 就這樣 很簡單 就全場緊迫盯人 一季一季看 對 那富巨哥的這種 可以再跟我們來重申一次 就你的選股原則 對我的所謂可董口 就是重壓的股票 重壓的股票 我就是說研究之後 研判 我持有3年的話 它含息報酬率至少100% 會從鴿頭變青蛙就對了 對沒錯 青蛙就會變很痛 就會跳上去 這個是像 地保已經持有1年多 已經超過了 對 那我之前持有的 錢櫃 排肥 墩量 墩泰墊子 傑敏KY 都讓我重申 群光 對對對 群光也是 然後我 願意當蝌蚪頭 一定是在合理價 或便宜價 就一樣 剛剛用這個便宜來講 我不用再看那個什麼 比如說 偽創漲到120 即使他AI大好 我也不會重壓 我不會當蝌蚪頭 甚至不會投資 就漲上去 他從30幾塊漲上去 我就沒興趣了 是 我還要就是說 還沒有什麼動的 對 我就先進去 那外資與投信法人 持股很低 這一點我很好奇 對 為什麼邏輯跟大家不一樣 對 大家都說 法人持股高的 對啊 我的相反 為什麼 法人持股高 表示這個價格 充分反映他的價值 你知道嗎 我已經 那個我就 我只是跟著大家 大家買而已 對對對 但是我在 在我買地堡的時候 你知道嗎 那個 投信只持有20幾張 20幾張 對 整個投信 很少耶 持有的都比整個投信 買個意思一下 對但是過了一年 過了一年 投信看到他的價值 齊股變5000多張 嗯 那是不是這波 是被投信買上來的 對 所以我買的股票通常 投信啊 法人持股都相對很低 這樣他好像 然後 他們隨著他們獲利公佈 這些法人其實也很聰明 但是沒有我聰明 我看的比較快 比較前面 他們會跟在我後面 這樣才可能領先市場 的那個曲線嘛 才可能 賺到比較大的獲利 對 那我跟富士哥分享 我最近看到一個 很特別的新聞 世紀保守他結算說 12歲以下 12歲 他們投資 算股民了吧 他們算了吧 27萬的開戶數 對 就是爸爸媽媽幫小朋友開 是吧 對應該是 幫他們就存好這樣子 那他們前十大持股 現在已經公開了 有公佈出來了 12歲以下 兒童股民吃股民單 很驚人欸 這持股你怎麼看 我看這些持股 我全部都不喜歡 除了台積電 那0050也不行 我也不喜歡 可是還有金融股開發金玉山基 全部都被存進去 這個12歲以下 很苛刻 為什麼 苛刻 大家想現 一個問題 這個因為給兒童 他們的小孩子一定 扣的錢不多 那你就當成一個沒有錢的年輕人 投資他應該買什麼股票 就是這個問題嘛 對不對 那沒有錢的年輕人 你幹嘛買什麼0050年 那高股息 還有什麼什麼債券型基金 什麼金融股 這個比較像退休族的配置對不對 你不需要 沒有錢的人就是要翻身啊 這太慢了 滾不起來 就是要能不能投資 對三年五年 一倍兩倍的 這樣的股票 沒有啊 我要是媽媽我就會想說 我這個可以陪伴小孩子長大 他穩健啊 慢慢成長啊 那我小孩子也慢慢成長 那是給媽媽 自己家庭規劃這樣可以 但給小孩子 你不需要又這樣子嘛 不然就不需要幫他開帳戶了啊 當然我們給小孩子的期待 希望不會說 給他這樣投資個十幾二十年 希望他來有個 驚喜 是 你這些不會帶給他驚喜的啦 沒有驚喜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台可以 那個沒有錢的人 那個時間很多的人 嗯哼 就是要投資成長股 有想像力的股票 是 那即使過程當中跌倒就算了 對啊 可是我覺得這裡面有0050 台灣越大50 這像是小台積電啊 連他也不行喔 勉強可以啦 對啊 勉強可以啊 但是我覺得 我不喜歡投資 太重壓ETF的一點 就是說喔 我覺得你假如太依賴ETF 你會變得沒有選股能力 喔 選股能力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一個小資族 尤其上班族要翻身的 你就是要會選 會選對那種蝌蚪頭的股票 對我剛剛正常講 就是要蝌蚪頭 對 你一輩子不需要說 每年都要賺十字 不需要 你只要一輩子 譬如說30年的投資時間 給你逮對個七八檔 蝌蚪頭 就夠了 就翻過來啦 對啊 可是如果是好 如果說好 我們先認那個富士哥當乾爹 你幫我們買什麼股票呢 就我們是小兒 你會怎麼幫我們買 新產 我覺得他很有潛力 是 那我覺得他可能就未來的中豬敵盒 是 對 那我覺得地寶也是 我很看好 還是很看好地寶 在兩三年內 應該 我自己還是覺得 還是有可能會翻倍的一個標定 對 可是我們正經一點回來講 就是說 其實如果幫小朋友選股的話 還是以這種蝌蚪頭選股為核心 對 那這種選股的方式 我覺得大家 因為父母親有時候幫小孩子買股票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他不可能會常常去審視他的 對 這個投資組合 但是他還是需要 對不對 像這種的話 那你建議多久 或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要回去整理一次 我建立大概一季看一次 一季看一次 好平凡喔 就像我在檢視地寶一樣 一季檢視一次就好 其實一季已經算是很不平凡了 大部分人都是十分鐘就看一次 所以說 很焦慮 登入 一季一次算是很安部當局 一季一次可以 好啦 那就是這樣 好啦 可以 沒有打算收我們來給我們自己吃球豆腐 他剛剛有說了 這邊是小周寺 對 一季 一季 都還要安排 一季 一季